太美了 我的天啊 雅拉雪山 这里就是云闹雅拉 观景平台 各位好我是邝路 邝雅的频道新疆日路 自从去年我从西战带队去木头那一场之后 就再也没有去过高原拍视频 所以时隔快 小半年吧 半年了 终于出门了 终于准备去川西去个高原 然后 这是跟随我一起出门的 是我们老朋友达达 然后这是我们去的地方 是那个川西的一条风光大道 号称度数318的 叫S434神道 S434神道的实际起点 是在奴隶的海螺沟 终点在康定的塔公草原 全程194公里 从成都出发 周末就可以出游走完全程 这次我们准备从康定开始走后半层的精华段 并最终爬上云老雅拉观景台 近距离观看雅拉雪山 好了各位我们刚刚在加油站加了个油 那我加了多少钱吧 加了我整整625块钱 露腾了 现在没事还是不要出门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去的目的地 可以一直走高速走到这个康定下来 前面这段几百公里就我们轮着开 所以现在就由达达先开的 然后像我们夏天出来户外活动的话 这个太阳光线还是挺强烈的 特别是去这个高原去创西啊 所以这次我出门带来一副 维酷Jip系列滑动调光墨镜 就是现在达达头上戴的这个墨镜啊 它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一个减光的效果 维酷调光墨镜支持五档滑动调光 无需摘下墨镜即可实现快速调光 有效降低户外阳光照射 应对光线变化 比如在高速路上驾驶过隧道时 只需要用右手食指轻轻在近腿上滑动 就能实现调光 非常顺畅的过完隧道 我们现在已经下了高速 然后开始出刊定 这里已经是S434神道了 就踏上我们的墨地匹的旅程 然后从刊定这边两起的话 会有100多公里吧 一直到塔公草原 真的有很多公里不错的地方 这个S434神道的话 明显比那个翻卓多山走318的那条路要 宽松的多 没有什么游客的车 所以很多川西老司机 在杰加勒去双西的话 他们都会选择走这条路去高原 去新竹条这边 这条路都比318翻过去的话 也是远不了多少的 远不了两个几公里 差不多 我们现在海湾已经到达2700了 这条路同样也要翻一个雅口 翻过去之后就到看电机场了 我们这里到了一个海湾 原来这就是到洪海湾了 我以为这是木格厕 木格厕是看不到的 然后洪海湾好像也在建成景区 进去瞅一点 然后洪海湾也是S434神道上面的一个景点 像一个风景点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收费 那样子他现在正在建停车场 建这个一个大门 这货还要加衣服 你准备加棉袄吗 再看一下我 还没有 高原老司机 不是说要钢一下的吗 钢不住了 哈哈哈 老老实实我跟你说 朋友们 你们刀的高原老老实实 不管是路要分区要分区 到了这个雅口海了 老老实实要抓龙穿上 只是涛江春风衣都没用 一定要有保温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这样呢 今天就要随外 进南 五克红海湾 三重年要进南 还是越野生 再看到红海湾 这个晚来一点点 就被捐起来收费了 看他已经冷成狗了 刚才漏成狗 那程度了是吧 漏点漏点 两个是假的嘛 牛肉有点像吃肉 哈哈 多少钱一斤啊 120 哇靠有点贵啊 他讲到嘴里面没有牛肉的那个虎 那他现在戴上了制服 微扣gift 滑动调光眼睛 你看他 非常方便的 适应这种高原的 户外光线变化 现在光线稍微 映扯暗了下来 就说他可以调亮一点 来调亮一点 调亮一点 来了好好 好ok走 去了 世界群星了啊 哇这个路边是什么 天山高山雪莲吗 识别一下 包叶大黄 哦不是sorry 不是雪莲 但是这个真的很像那种 感觉跟雪莲是磕的 你看这川西的每一个点 都有一个这样的秋千 这简直就是标配了 不论是 呃 现在这里的洪海之 还是之前去过的 鱼子溪 还是巴南山都村 洪海之位于四山市省道旁边 海拔4200米 隔着湖面 能看到抗定城后面的雪山 填海之山 从洪海之继续沿山谷往下 就是木格错景区 这里的风景特别看天气 像今天这种阴云密布 显然就拍不出什么大片了 但作为离成都如死之近的 一个高原湖泊 天气好的时候还是很值得 打个卡的 呃 我们刚刚从那个下面的 红海之上来 然后就到了这个 四山市省道的这个崖口 这个高点 那里就是航天机场 然后下去就是 主机场路啊 金发路吧 但是今天可能 天气不太理想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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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8点19分 我们终于走完了这个S四山市省道 然后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塔公草原 最后就是木雅金塔啊 好像每次来这里都是 晚上赶到的 上次来也是 想拍那个乐道金他们没拍到 现在也是 雅雅雪山在那里啊 还是有一点点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雪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车正前方就是那个雅雅雪山 我们现在就准备去那个雅雅雪山 最近的一个观景台 叫云落雅拉 大概 20公里吧 然后事实上那个云落雅拉 就在我前年寻到大横断的时候 去的那个地方的 再往里面去一点 就是我前年寻到大横断 我不是去了一个叫 甲骨洞的地方吗 然后他呢 还在那里拍到过一只湖里 就在那个村子后山 还要再往上一点 那时候那个云落雅拉还没火 然后我 一去完后面那个地方就火了 那个云落雅拉 唉真是的 我以前别喜欢你 但是这可能谢你 我不是照顾你 也是 我 你 它是 你 它是 你想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甲骨弄村了 然后就马上要开始进那个后山了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佛学院这里 它这里有一个佛学院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壮经的一个马尼城 这个我们之前都拍过的 这里现在我的左手边就是这个马尼城 还是很值得来看一看的 哎呦好壮观 对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这边 感觉你快要开到别人的房子上去 那边是木鸟大师 这个夏天看还是更漂亮 我靠漂亮很 这个路对于这个车来讲现在只是开胃小菜 是吗 是爬斗坡还是得从市区 我们现在已经爬到了这个甲骨弄村的这个后山上面了 大概就是我去年的位置 那个云落芽拉还在上面一点 然后这里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美啊 就是到处都是一幅windows桌面 把那个3D车给组装起来 你呀 从那个上面冲下来是不是很爽 那就是车轮不锡 你知道吧车轮不锡 咱们干上去之后你就骑自行车下来好不好 可以啊 你看这个高原真的太爽了 这里写的一个观景台 这个位置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高原观景位置 有这种云层压着高原的感觉 看草原的汉子骑着摩托车 骑着他150过来了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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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个坡下面 然后这里的风景把打打感动哭了 它就顶礼膜拜了 真正的顶礼膜拜 我们等一下要沿着那条路继续往上 云露雅拉观景台在那上面 在那个口子那里呢 然后雅拉雪山就 这里忙要上山了 看没有 然后这里有片很漂亮的花海 最漂亮 然后那边有个当地的人在挖 挖虫草吗 看一眼 这可是吗 这个叫什么 名字 背墨 哦 背墨 背墨 说错了 背墨 哎呀哎呀 哦 挺多 它挖挺多的 对对对 背墨 我以前看过 你们准备晒干之后卖吗 卖 好多钱一斤 500 50 你拿出 哈哈哈哈 尖尖 有没有 有没有 哇 嗯 一颗 真漂亮 确实真的很漂亮 这个花 这个花是不是也可以泡茶喝 怎么的 她说好像是可以吃 那我吃了 吃 你先吃 哈哈哈哈 呀 哦呀呀呀呀 真吃了 可以吃 来来来 到你了 人家先吃不尽了 日下随俗一个 干一个干一个 不行 咱们得干一个 干一个 我也吃啊 干一个干一个 怎么样 哈哈哈哈 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 大哥这个吃的有点 有点辣 我也觉得 后半段 咽下去的时候 后腱特别足 嗯 我们吃下这个 背墨 哈哈 你这么说 你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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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苦 不过 感觉这个 作用应该挺明显的 I want that Kide You want my love 这里就是云老雅拉 然后车只能干到的最高的地方 再往上就只能徒步了 然后大大一间线背着我的无人机 先往上走了 这个到底呢 那没多高啊 如果这高原紫外线太强烈了 我又换上了我们的这个维酷DRIFT系列 滑动调光墨镜 OK 维酷DRIFT系列滑动调光墨镜 应用全球专利技术核心液晶电控 通透TAC镜片贴合楼心液晶调光膜片 非常有效的能帮助减落高原阳光照射 同时快速调光的功能使得我们在再复杂多变户外光线下都不需要摘下墨镜 让人更好的将精力放在感受风景里 此外这封墨镜外观炫酷优雅 镜框轻盈 配戴非常舒适贴合冷体 待一天下来也没有压力 这个坡度吧 跟我那个道成雅丁那段没得比 我上次在道成雅丁为了赶时间 我就越野跑那种冲上去的 我到迫不得也不要去学这样的 因为我打乱你的心率平衡 哇哇太美了 我的天呐 雅拉雪山这里就是云闹雅拉 观景平台 特别特别赞 大哥你干哪去了 云闹雅拉雅口算是这两年才火的一个观景平台 上来这里的路比我想象的要难走一点 飞越野车建议停下面 后面这段陡坡就不要冲了 最后一段徒步之雅口的路也不长 但看到的风景真的是只会爬山消耗了体力 这个角度这个距离贴近雪山的震撼 让我想起一句话 我爱你的美和生命的光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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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